甲面上首先打磨一下 然后扫干净选个代表合适的甲片 然后把这个烤灯的底盘卸掉 立着放到桌子上面 把这个甲片内侧呢 涂上甲片光料胶 这个需要烤灯的 在本甲甲面上滑动一下两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胶呢比较粘稠一点 你本甲甲面上如果有高低不平的那个点呢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天冲 平整的按压到甲面上面之后呢 放到烤灯下面去照灯 当你把底盘卸掉之后呢 这个烤灯自己做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照60秒之后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甲片是特别牢固的 然后把前端那一节剪掉之后 它就是一个T型的长款T型 然后咱们两边再去修摸一下 它就变成这种长款水滴的了 你们喜欢什么形状就去给它修什么形状 这款甲片是超爆轴痕的甲片 把它接缝处给它打磨一下 然后扫干净之后涂底胶 先涂底胶 然后照灯60秒再去涂上一层甲片光疗胶 就是刚才沾甲片的那个 照灯60秒之后呢 正常的往上涂甲胶做款式就行了 这个甲片胶贴完之后呢 特别牢固 没有任何泛白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